凤贤,我们打开了经济之人 你母亲确实是天下无双 老娘究竟有什么魔力啊 都知道人人喜爱叶青梅 那你知道他影响了多少拥躲吗 一,跨界守护者五竹 五竹作为神庙的机器人 本无情感 却因为叶青梅的影响而产生意识 并跟叶青梅一起离开神庙 成了他的忠实仆人 叶青梅遇害后 五竹便一直守护在主人一都凤贤身边 数十年如一日 二 忠诚的用毒大师费界 费界因为叶青梅的赏识 而得以施展才华 进入监察院三处主办任职 拿到了铁饭碗 费界喝水不忘绝景人 当他得知范贤就是叶青梅的儿子时 不惜千里迢迢赶到丹州 教范贤用毒解毒 并护他周全 成为范贤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 三 深切敬仰的大魔头 北齐暗探头子肖恩与叶青梅的相遇短暂 却印象深刻 当年在极北的雪域 四岁的叶青梅出现在神庙前 如同一道光芒 照亮了他的世界 此后即使天歌一方 这个小仙女的形象 也一直占据着他的心灵 挥之不去 肖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山洞里对范贤吐露心声 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叶青梅的深深敬意 四 崇敬有家的大宗师苦河 叶青梅的慷慨相赠 让一名苦修晋升大宗师致敬 苦河对叶青梅崇敬有家 是其言如圣旨 因为担心被沁国抓走的肖恩 罔顾叶青梅当年的叮嘱 泄露神庙机密 他果断派出徒弟海棠夺赌 在范贤押送人质回北戚途中 截杀肖恩 五 觉醒的四顾剑 四顾剑原本是一个饱受欺凌的苦命人 因为经常喜欢蹲在大树下看蚂蚁 被人当成傻瓜 直到遇见叶青梅 送来一本剑谱 四顾剑的人生才发生变化 数年后问鼎大宗师 于是他凭着手中一把剑 保护着东夷成和周遭的无数诸侯小伙 叶青梅被人杀害后 四顾剑曾三次闯入南庆皇宫 想给叶青梅报仇 可惜都没有成功 大东山一役 四顾剑被叶刘云和庆帝联手中创 临死前传授给范贤四顾剑法 然后将东夷成和剑炉托付给他 算是对叶青梅恩情的回报 六 欠了人情的叶刘云 京都高手叶刘云 虽然没有得到叶青梅的任何馈赠 但他却是在与五竹一战落败后 因为弃剑苦修 最后才悟出刘云散手 晋升大宗师的 从这点上说 叶刘云乃是叶青梅的剑界受益者 正因为如此 后来范贤下江南时 叶刘云才说 我欠了人情 你离开江南我不杀你 七 爱得深沉范剑 范剑在遇到叶青梅之前 就是一个喜欢寻花问柳的公子哥 经常留恋于刘金河畔的风月场所 叶青梅出现以后 他很快浪子回头 跟叶青梅学习金融知识 打点叶家商号 最后不仅混到了户部侍郎 还组建训练起了一只武装力量 范剑曾经是叶青梅的爱慕者 可惜被庆帝杰族先登 他只能将爱意化作兄妹之情 叶青梅遇害后 范剑不惜用亲生儿子代替范贤去死 保住叶青梅的骨肉 这份深情令人动容 八 复仇大师陈平平 陈平平原本只是一个小太监 地位卑微 无人尊敬 叶青梅的出现 如同一道光芒 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 不仅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 而且还当上了监察院院长 成为庆国权势滔天的大人物 陈平平对叶青梅无疑也是有爱慕之情的 可惜由于身体原因 他只能将这份深情藏在心底 叶青梅死后 陈平平便将这份深情 化作了为他复仇和对范贤的扶持 他用二十年的时间 抽丝剥茧 找到杀害叶青梅的真凶 最后利用庆帝的人性特点 将长公主 太子与二皇子一干人 全部引入死局 显示出惊人的权谋之术 九 由爱慎恨的庆帝 在所有受影响人群中 庆帝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叶青梅不仅传授他霸道功法 但他跻身四大宗师之恋 而且还为庆国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帮他铺平道路 最终让这个不受宠的世子 变成千古一帝 庆帝初始为叶青梅的才华与美貌折服 可惜随着权力的增长 与二人理想差别的加剧 庆帝渐渐有爱生恨 最后变成了杀人凶手 十 变态粉丝李云锐 长公主李云锐虽然不是叶青梅的铁粉 但受其影响颇深 她是庆国第一美人 在叶青梅面前却仍然黯然失色 李云锐嫉度叶青梅呼风唤雨的能力 羡慕她让男人神魂颠倒的魅力 于是暗下决心 一定要超过这个女人 然而还没等她赶上对方 叶青梅就死了 但即便如此 她仍然得不到庆帝的真爱 为了证明自己比叶青梅强 并报复庆帝 李云锐开启了癫狂模式 一边挑拨太子与二皇子内斗 给庆帝制造麻烦 一边玩弄男人 跟太子凌相搞暧昧 扩充自己手上的权力 同时还不忘继续跟范贤作对 结果东窗事发 害人害己 叶青梅一生精彩绝艳 举世无双 无论是冷冰冰的机器人 还是有血有肉的人 都为她倾倒 男人因她而成功 女人因她而发疯